观众朋友五官 欢迎来到中天五件新闻 我是周倩玲 首先来关心最新的消息 陈水扁所写给马总统的 这个119求救信呢 总统已经收到了 这个是在台北时间 昨天上午9点多的时候呢 最后透过了总统府啊 把他打成了打字版 然后就让人在旧金山的总统过目 总统说呢 他自己也有小孩啊 他知道身为父亲的心情 他能够体谅 但是也希望前总统 能够体谅他现在身为总统 绝对不能够干预司法 一个月造访中南美两次 总统西班牙语越说越六 经过了两天 专机终于来到了 九宜专案的第一站巴拿马 对中美新而言 这次出访将又是一个 不一样的体验 不过呢来巴拿马 这已经是总统的第二次了 从旧金山起飞前 总统看到了 陈水扁的119求救信 江州伯请府方 打成打字版 第一时间传递到美国 飞往巴拿马 六个小时又13分钟 足够时间让总统想清楚 该跟陈水扁说什么 他身为人父 可以体会陈前总统的心情 但是陈前总统也当过总统 他也知道总统是不能干涉司法的 所以马总统他无权介入个案 这个事情非常希望陈前总统能够体谅 本来要交给解调处理 但总统看完性反复思量 想法变了 里面信中有写到说 陈前总统担心陈信瑜会自杀 会带小孩去死这样子吗 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 如果把信转给剪掉的话 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再做评估 回不回信 总统还要再斟酌 但这番话说得很清楚了 总统不准备也没办法 当陈水扁的119 这一期晚陈外如黄一群 巴拿马采访报道